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呢有不少的车友发私信问我 就是说想找个地方自己改房车 是否可行 划不划算 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那么问的人多了 那么我就统一的说说我的看法 是否可行 答案是肯定可行 那么前提条件就是呢 你选择这个底盘必须得有公告 有公告你才能上牌 所以说你买底盘的时候要注意 要买这个有公告的这种底盘 这个就不开去说了 一般来讲改房车的地方呢 像这种改房车的一些地方 不管是厂子也好还是作坊也好 他们都有一些途径的 可以向他们咨询 怎么样去买这个有公告的底盘 那么第二点 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优点就是你全程可以自己掌控 就是你整个车的改装完全可以定制 你想改什么样的都可以 而且呢 所有的材料 用的材料 你都可以自己购买 当然了这个是比较相对来说呢 就是说你得选一些比较小一点的改装厂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改装作坊 或者是 现在不叫作坊了 叫工作室 studio 其实现在有些厂子 其实以前也是作坊 这个我就不说名字了 也是从作坊发展起来 一般来讲大长肯定不会理你 因为他没有那个时间 他没有时间为你自己定制 什么都会听你的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 而且他觉得不划算 因为他觉得用工不划算 那么只有一些比较小一点的工作室 或者作坊 才会倾听你的需求 因为这是市场经济决定 钱决定 那么说你要想完全的去改一个自己心仪的车 可能还真得找作坊 你去找那种大厂是做不到的 这是实际的问题 那么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的就是这些作坊 或者说这种工作室 它的工艺会稍微差一点 因为它不可能进口一些比较大型的设备 所以说它做出来的活呢 不会那么漂亮 不会那么像那种大厂做出来的 那么光鲜亮丽 但是够不够用呢 完全够用 就像你自己的这种 你的这个要求了 如果说让我再选一次的话 我倒是宁愿去这种 作坊去做 只要是找到负责任的 有这个十足经验的这种改装师傅就行了 至于说它的一些工艺 其实我倒觉得倒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还是实用为主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可能每个人对这个要求是不一样 不一而足 我们就是认识 优点有了 缺点有了 优点刚才我说了 完全定制 差量你可以自己买 而且呢 可能费用会低一些 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但是费用能低多少呢 这个我们要分开来看 费用能省多少 这个还真不好说 应该是能省一点了 应该是能省一点了 但是你也别期望省太多 因为它这种工作室啊 作坊啊 它的这个效率比较低了 因为它毕竟人不多 可能一个月都在帮你改这一辆车 你想想看 如果说工费不到一定程度的话 人家也没法维持下去 对吧 所以是你要综合来看啊 另外第三点啊 然后在这种做法 或者工作室改车车 会不会上牌的时候 遇到困难啊 刚才我说了 有公告就不会有太大的障碍啊 你只要基本上符合公告啊 那么其中最最重要的一点啊 我说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别太超标啊 比如说公告的高度是多少啊 你别超标 公告的长度多少 你别超标啊 另外还有车内的一个硬性要求 就是座位数啊 你的底盘 公告写的是三座 就是三座 五座就是五座啊 你千万别搞出一个六座来啊 你别搞出一个什么四座来啊 他写的是几座 你就是几座啊 严格 否则的话你在上牌的时候 很可能因为这一项 你上不了牌啊 这个座位数啊 一定要完全符合公告的要求啊 好 关于这一点呢 嗯 就说这么多 那么可能有时候也问我 推荐几个什么作坊工作室啊 那么我自己 接触过的啊 就是 也 也曾经帮我做过东西的啊 就是 南昌那个师傅啊 具体的我也 不能在这里说啊 因为 很多人说要电话什么的 就是很多人他只是 咨询 咨询半天 他也不拍板 所以这位师傅也很烦啊 因为 浪费人家时间嘛 对吧 你如果说确定要改 再去找人家谈 你老是犹犹豫豫 那何必呢 浪费大家时间 好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拜拜